中美关系发生了无人飞艇事件 这完全是一起因不可抗力导致的偶发意外事件 事实和性质都很清楚 连美方也承认不构成现实威胁 然而美方却违反国际法精神和国际惯例 有罪推断过度反应滥用武力借题发挥 制造了一场本可以避免的外交危机 从偶然中可以看到必然 那就是美国的对华认知和定位 出现了严重的偏差 把中国当作最主要的竞争对手 和最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 这第一颗扭扣扣错了 就导致美国的对华政策 完全偏离了理性健康的正轨 美方声称要敬赢中国 但不寻求冲突 实际上美方所谓的竞争 就是全方位的遏制打压 就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 美方口口声声说要遵守规则 但如同两位运动员在奥运田径场上赛跑 一方不是去想如何跑出自己的最好成绩 而总是要去绊倒对方 甚至想让对方去参加残奥会 这不是公平竞争 而是恶意的对抗 犯规了 美方所谓要给中美关系加装护栏 不发生冲突 实际上就是要中国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但这办不到 如果美方不踩刹车 继续沿着错误的道路狂飙下去 再多的护栏 也挡不住脱轨翻车 陷入对抗冲突 谁来承担其灾难性的后果 这样的竞争 就是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和人类的前途命运为赌注的豪赌 中方当然坚决反对 大国交往 是搞封闭排他的政治集团 还是坦坦荡荡的君子之交 中俄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大国战略互信 邻里友好的交往之道 成为国际关系的典范 有的国家习惯用冷战结盟的滤镜 看中俄关系 看到的不过是自己的倒影 中俄关系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 既不对世界上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也不受任何第三方的干扰和挑拨 中俄携手 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 就有的动力 全球战略平衡和稳定 就多了保障 世界越是动荡不安 中俄关系就越要稳步前行